經過農曆新年的假期之後 亦都代表正式搭入馬列 有藝術家早前就以十二生肖作為主題 將多件雕塑作品擺放在商場裡面展覽 同大家拜個年,增添新年的氣氛 洪先生的作品有別於傳統派的藝術 他喜歡將個人生活元素和地方的文化 帶入去作品之中 所以他將蛇塑造成傳達愛意的動物 龍就塑造成球形,給他一個可愛的形象 而在這批作品裡面,他表示最喜歡馬上發財 馬年,剛做出來的 所以說我今年對馬特別喜歡 那不是說其他的不喜歡 因為時間做過的作品,他就會留在過去了 那我們會一直不斷的在創作 不斷的在往前走 我覺得在作品的概念裡面 我一直在提煉所謂 屬於東方文化的創作 因為我們以前常常學習的是西洋美術史 西方的藝術 那如何在東方藝術的議題裡面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變化 所以說我的作品的元素都來自於生活 紅獅山身為一個藝術家 對知識產局也有一套獨特的見解 他認為不需要太在意別人抄襲 他認為有人抄,只是證明你的作品感染別人 我覺得那沒有問題 其實有時候模仿是學習的開始 像我覺得很多東西都開放拍照 但我覺得到最後要的是創作者的精神 不是在於他去仿冒了你的東西 還是做出跟你一樣的東西 你如果讓別人去學習的話 或許他也回去去研究 他有一天他可能 他也會用這個方式來做作品 那我已經感染他去創作了 那不是壞事 更多人來創作 其實這個社會會更漂亮更美 所以說我覺得不要怕抄襲 紅翼十二新肖雕塑展覽展 由即日起至2月16日 在青衣城一樓夢幻島大唐展覽 有興趣的可以在開放時間之內到場參觀 所以對這兩者是一個大部份 CAD,CAD,CAD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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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